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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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普这次在富良野 住到一间很可爱的小民宿哦 这间民宿的名字叫做Pension Letscape Plano 来富良野 当然是要住民宿啦 富良野美英有很多民宿 但是大多数没有冷气 虽然很多人都说 白海到夏天晚上很凉快 但是怕热的胖狗 为求保险起见 还是特地找了这间有冷气的民宿 更何况 这间民宿的位置真好 四周田园的风光一望无际 住民宿就是要住这种地方啊 这间民宿的位置在上富良野 距离著名的日之初公园很近 一进门 看到内部的装潢明亮吸引 胖狗以为它是一间很新的民宿 问了老板才知道 原来它已经开了十几年 其实十几年 在富良野也算是很年轻的民宿啦 这是胖狗的房间 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大片的玻璃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两个死小孩一进房间 一个忙着上网 一个忙着看漫画 胖狗帮姐姐一家四口定的是和阳市 两个房间彼此相通 两兄妹立刻占据了两张弹簧床 榻榻米就只好留给老爸老妈睡了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厕所 但是浴室则要大家共用 还好有两间浴室 所以不太需要等 也打扫得很干净 有趣的是 这还是薰衣草风雨呢 终于要吃饭了 民宿规定六点半吃晚餐 夏天天暗的晚 刚好可以边吃饭 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其实胖狗会选择这间民宿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的晚餐 在吃过简单的沙拉之后 真正的主角就要上场 看到了吗 这间民宿的晚餐 就是这个铸铁锅料理 锅盖一掀开 热气直往上冲 现在就请罗小斌来为大家服务吧 会不会很难切 不会 非常的松软 真的吗 请看 你到底切了什么 骨头 我要来吃吃看铸铁锅炖鸡 哇 一挑就拿起来了 先吃一小口 吃吃看 鸡肉很嫩耶 而且很汁 其实不只鸡肉好吃 旁边的蔬菜也甜得不得了 胖狗回台湾也用铸铁锅炖鸡 就没那么好吃 白海道的食材 白海道的食材就是不同凡响 第二天的早餐 乍看份量不多 但是剩在很多样化 两种玉米都甜得要命 白海道真是个食材的宝库 简单料理就很好吃了 民宿主人佐藤先生 人很nice Pension Landscape Flannel 这是一间非常优质的民宿 鸡肉 还没用 请记得下答